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 在第七章餐饮礼仪里面 第二节中餐的礼仪 既然民意食为天 自古以来人们把吃饭都看得特别好 那么几千年来就在用餐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非常多的规矩 也就是很多的礼仪规范 到底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点我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 席位礼仪 席位礼仪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包含两层 一层是讲到的 当很多桌同时宴请很多桌的客人的时候 我们的餐桌摆放有一些什么样的规矩 第二个呢就是在一桌里面用餐 这个位置又有什么样的讲究 那首先我要来跟大家说说的就是桌次的礼仪 桌次礼仪当中呢 首先跟大家分一下我们首先说两桌的摆放 两桌摆放呢也有两种这样的情形 一种呢就是并排横排的这样的摆放 横排摆放呢以面门这样的一个方向为准 右侧为上座 为第一桌 面门的左边为第二次 这是一种摆放 还有一种呢如果这个摆放这个餐桌的这种房子的规格 只够就是一前后这样摆 比如说对面面对大家 大家那个方向就是门 那只能面对大家这么摆的话 那中国历来也从上 以远为上 以近为下 也就是说两桌这样摆放的话 大家看到我大屏幕上的PPT 那靠近里侧的为上座 靠近门的这个为下座 那如果是多桌的摆放 那又该怎么摆呢 多桌的摆放啊 我们首先面门定位 面门定位 以右为大为尊 这个跟我们两桌的摆放是一样的 以远为上 这是一个原则 再另外呢 如果说这一桌当中有一个中心点 那么也可以说 离主桌越近为大 这两种情形呢 在我的PPT上都有这样的展示 那面门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掌握一个原则 面门而定 以右为大 以远为上 以离主桌越近为上 这样的一个原则 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 关于桌次的礼仪 第二个就是 在每一桌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来摆这个位置呢 也就是说 宴请别人的时候 应该我做主人 做哪个位置 我今天请的最尊贵的这个客人 主要的主兵 又该做哪个位置呢 我们也掌握这样的几个原则吧 主人大都是面门而坐 就主人面门而坐 然后主人的右边 主人的右边为上 离主人越近的地方也为上 主人的右为上 左边次之 以主人越近的地方为上 越远的地方又次之 掌握这样一个原则以后啊 那在这个位置的摆放当中 我们又有两种这样的情形 两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第一种呢 就是每一桌有一位主人 每一桌有一位主人 刚刚我就讲了 主人面门而坐 然后他的右边 是今天请的这个主兵 他的左边是第二 然后第三第四 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一般我们的圆桌上呢 可能都是坐的八位 当然像我今天这个餐桌 就远远不止八位了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 规格比较高 大家看到这种摆设 规格也比较高 而且呢 这个席面也比较大的 这样的餐桌了 第二种形式呢 就是每一桌有两位主人 比如说今天是夫妇共同请客 而请的对方呢 也是一对夫妇 那么就可以 所以大家看我的大屏幕上面的PPT 男主人面门而坐 女主人背门而坐 然后呢 对方的男主兵 坐在男主人的右侧 女主兵坐在女主人的右侧 其实这仍旧还是符合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右围上 离主人越近的地方围上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这个就是说到在每一桌上面的位置的这样的摆放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 中餐礼仪里面 我要跟大家再来介绍到的是 中餐当中上菜的礼仪 这个上菜礼仪呢 也可以把它说成是 点菜吧 我不知道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为了宴请别人吃饭 点菜而觉得特别头疼 有的时候呢会觉得不知道对方的口味怎么样 也不知道我最后点的菜 是不是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比较的满意 常常呢会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 说哎呀要是大家吃光了 吃得特别的开心 那么就说明我的菜点对了 要是觉得满桌的菜剩了很多 那说明大家对这个菜都不怎么满意 那在这儿我也想跟大家稍微的提到几点这样的诀窍 看对你以后再去点菜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启示 当然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依据宴请的对象 来确定你的菜肴菜谱了 那么首先注意的第一点呢 优先考虑我觉得要这么四个方面的菜 第一个 如果你宴请的是外国的客人 当然就要考虑中国特色的菜肴 比如说一般说到像公报鸡丁啊 像那个上海的狮子头啊 像有一些这样的菜可以说是中国的招牌菜 那国外很多的客人可能都听过 那你让它尝一尝 第二个呢就是本地的特色菜肴 比如说如果你请朋友到 如果请外地的客人 他不是湖南人 那除了你要考虑他的口味 因为我们湖南的菜一般都比较辣 你可能不能点特别辣多的辣的菜 或者要遵循他的意见 他吃不吃辣以外 那么你还可以点一些 比如说我们湖南的红烧肉 毛主席不就特别喜欢吃红烧肉吗 那比如说火工店的臭豆腐等等 就是这一些呢 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肴 即便对方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 但是呢 他也能够理解体谅 感受你的这一份心意 第三个当然就是本餐厅的特色菜了 那你可以请服务员做一个推荐 因为往往这个餐厅里面点击率最高的菜 肯定还是比较受大众欢迎的了 第四个就一定要尽量地点当季的菜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反季的菜呢是大棚的蔬菜 是不是没有这么健康 而当季的菜呢 应该这个口味口感一定会更好 所以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你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 忧心考虑你所要点的菜 第二点呢 在点菜的过程当中注意的就是 当然要注意搭配了 我觉得这个搭配啊 有几点 一个呢 是冷热的搭配 第二个呢 就是色泽的搭配 比如说这个菜上上来以后 红的绿的黄的就各种颜色的这种菜 都有一些 那么让这个桌面看上去 也会感觉到特别的舒服 再另外呢 在荤素要搭配 这个当中还有的呢 还要考虑到这种 有老年人有孩子 那么你可能这个菜当中 有的应该是老人可以嚼烂的 也有的这个孩子吃上去 这种口感比较好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注意冷热 荤素 包括就是在 顾忌到用餐当中 所有的人的这种感受 来搭配这种菜肴 第三点呢 当然就是要数量适中了 通常来讲 点菜的数量以 人数加一到两个菜 比如说你是六个人吃饭 那么你一般来讲可以点八个菜 如果是七个人吃饭也可以点八个菜 为什么呢 一般来讲呢 中国人的礼节礼貌当中啊 特别崇尚这个双数 所以你在点菜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点单数 并且呢 最好不要点七道菜 因为中国人有的地方有这样的习俗 认为七道菜是用来祭祀用的 所以呢 最好点菜的时候点双数 而且不点七道菜 那数量适中 尽可能的大家都能够把它吃光 而不会浪费 第四个呢 当然就会要考虑个体的需求了 这个个体的需求呢 其实我前面提到了一点点 具体的来讲 还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年龄的需求 比如说 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吃海鲜 可能比较喜欢吃这种口味比较重的 而老年人呢 又比较喜欢吃这种口味比较清淡的 而且呢 比较容易嚼烂的 比较保健的这样的食品 第二个呢 要考虑性别 性别呢 同样的 男性可能比较中情于荤菜 女性呢 可能更喜欢吃清淡的养颜的 男性呢 可能口味也会更重一些 这是要顾忌到在座的性别 同时呢 还要顾忌到在座的各位的禁忌 比如说 有人是不吃猪肉的 也比如说有人是不吃辣的 还有的呢 北方的人比较喜欢吃面食 饺子等等 而南方的呢 又一定要想 每一顿饭都要吃点米饭 要吃点辣的 所以还要考虑到 各自的这种不同的喜好和禁忌 来点菜 我想你在点菜的过程当中 如果注意了以上的四点 那你所点的菜 一定可以得到在座人的 这种欢迎了 这是中餐礼仪当中 跟大家介绍的第二点 上菜的礼仪 也叫做点菜的礼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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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